以色列出兵攻打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至今造成当地超过4万1千人死亡 大多数死者是平民 战士还在持续蔓延 拉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警报 哈马斯跟以色列持续一年的冲突 始于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右派武装分子越境 奇迹数十个乙军据点 多个犹太平民社区 以及一个户外音乐节 攻击造成1200多人丧生 并掳走大约250人 以色列随即向哈马斯宣战 大规模空袭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随后从地面攻入加沙 攻势并从加沙北部盛延到南部 又以有武装分子窝藏为由 攻击医院等民用设施 以军行动至今导致加沙超过4万1千人死亡 近10万人受伤 190万人流离失所 整个地区66%的建筑受损 加沙战时的战火还不断蔓延 哈马斯盟友也门 吴赛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又在鸿海水域攻击来往以色列的商船 以色列就空袭吴赛武装在也门的据点报复 哈马斯另一盟友黎巴嫩真主岛自去年10月起 几乎每天都在以离边境跟以色列交火 到今年9月中 真主党成员的通讯设备极其爆炸 外界相信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当月底 以军持续空袭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据点 造成至少700人 包括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死亡 数天后以军更地面入侵黎巴嫩南部 声称要清除真主党据点 被指示哈马斯和真主党金主的伊朗 一直保持克制 但今年4月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 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报复 是伊朗历来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三个多月后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 伊朗直指是以色列所为 加上以军入侵黎巴嫩南部 伊朗10月1日向以色列发射多达200枚导弹还击 拉向中东爆发全面战争警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